这是一段网友发来的视频 一辆轿车在路口自燃 于是有路人建议勇为拿来灭火器 可是突然间 这一刻时间凝固了 人们呆若目击望着空中 这短短几秒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从视频看这似乎是在俄国某地 发现轿车自燃 过路的科夫斯基维奇们就赶来灭火 但燃烧的汽车可能随时爆炸 因此手持灭火器的人异常紧张 拔出保险销时手一滑 灭火器便在注视下向地面坠落 好巧不巧的是 灭火器以倒栽葱姿态落地 吞嘴的阀门受到撞击后失灵 开始以水平稍微下偏的角度吞射干粉 并推动平体在地上旋转起来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认为 灭火器只能在地上旋转 所以捡起来还可堪一用 可灭火器并不是这么想的 此时它的喷嘴向水平偏下方向 吞射二氧化碳和干粉 强劲的反作用力对重心形成旋转力矩 推动它在地上快速转动 但喷嘴的下偏角度 让射流的反作用力指向了侧上方 使喷嘴一端受到向上的分力 导致地面的摩擦力减小 于是灭火器两端受到的地面摩擦力大小不均 造成两端摩擦力形成的旋转力矩也大小不均 因此合力矩让平身开始绕着中轴线旋转 由于喷嘴在转动下偏时 喷出的气流向上的推力越来越大 首先让喷嘴所在的一端离开地面 只有另一端的边缘接地 此时地面摩擦力急剧减小 平体的转速显著提高 但灭火器并不会因此而站起来 恰恰相反 由于离地一端的质量中心在灭火器的重心上方 而另一端的置心又在重心下方 因此两端的置心在很高的转速下受到的离心作用 或者叫离心力就对平体的重心形成了利偶矩 这样平身非但不能站起来 还会在这对力矩的作用下躺平 也就是两端逐渐回归到同一平面上旋转 但此时灭火器已经无法再躺回到地面上 因为喷嘴的射流此时十分接近数值 气流的推力超过了平身的重力 因此我们把作用在喷嘴上的推力 平移到灭火器的重心上 就等效成了向上的推力和让平身站起的力矩 如此一来 大于重力的推力 推动灭火器离开地面向上加速 而让平身竖起的力矩 则被离心力制造的反向力矩抵消 所以平身两端保持了一定的高度差 来平衡吞嘴的竖起力矩 就这样旋转着飞离了地面 但这只是灭火飞行器的启动阶段 我们看到在飞行中 平身的旋转面始终和地面平行 以稳定的姿态旋转上升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绕着重心快速旋转的金属平身 就是一个正在自转的陀螺 在遇到外力扰动的附加力矩 使自转轴出现倾斜趋势时 就会产生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抵抗力矩 来稳定自转轴 成为陀螺的回转力矩 它和陀螺的转动惯量 自转角速度和进动的角速度成正比 对灭火器来说 只要平身够重且转速够高 就能产生足够的回转力矩 来抵抗飞行中旋转面的偏摆 而视频中这个灭火器 绕着重心以每秒十转自旋时 就具有了良好的稳定性 要想复制这一原理 可以把模型直升机一边的旋翼 换成配种 于是单边的升力 就相当于一个旋转的灭火器喷嘴 同样能让直升机稳定地飞行 所以这个灭火器 在重目盔盔下完成了地面起旋 坑口偏转 姿态回正 离地起飞和稳定爬高的一系列动作 希望它再接再厉 继续超水平发挥 安全地掉下来